欸這不浮誇喔 我剛剛真的嚇到耶 我第一次吃到自帶奶油味的白菜耶 這個如果給小孩吃起來會瘋掉 超好吃 我們現在要來吃 他非常推薦說此生必吃的牛大 哇 一吃就分開耶 骨肉分離 好殘忍 它裡面有小心機耶 它裡面加了花椒粒 所以吃起來媽媽辣辣的 肉味也蠻重的 就是有那種牛 牛香味 大家好 我是客思日 歡迎收看客思日常 那今天呢 要來吃王品 開的一家麻辣火鍋店 它評價蠻高的喔 因為它是有和牛啊 還有一些海鮮都可以吃到飽 而且它還是有特調的酒類可以喝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吧 開始之前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先訂閱跟分享 我們開始吧 最近還有超大的霓虹燈 很像高級的酒吧 而且很網美風耶 有這種擺飾啊 跟這種吊燈 然後一進來這邊是甜點區域 甜點有四種 等一下再來介紹 好 再來是取餐區域 然後它的空間看起來蠻大的耶 就是座位蠻多的 下午時段也蠻多人的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早點定位 它的碗盤蠻美的耶 很網美的 沒有碗盤 我們先做個介紹 好 我們主要是麻辣鍋吃到飽 三種價位 它特別在898 八九八 八九八 然後我們畫紅線的地方 就是比前面價位多的地方 我們898會比前面 多了六種口味的粉 知道吧 那從998開始啊 我們多了伊比利雪花豬 之外我們右上方的海鮮更豐富 多了四種海鮮 變成紅蝦 炒蝦 蒜杯跟乳 我們都是知道飽的 除此之外 我們下方會再付一人一杯的 進選調酒 對 差別在這裡 看來會今天想吃奶的價位呢 我們吃898的 898 好 再來是湯頭鴦鴦鍋 我們這邊的話 五選二 那現在有兩種選吧 第一種的話是我們的基本鴦鴦 上面的兩種湯頭選一個 下面的湯頭三選一 對 這樣的話不會加收任何費用 那從另外一個雙料鴦鴦開始 我們就是從上面這兩個湯 對 都選的話 因為他們鍋底可以無限的去 所以我們每一位都會再加收49元 那我們要這個辣的 一個油腐性麻辣湯 有蒜蝦 再一個蒜蝦龍蝦湯 OK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謝謝 它的蔬菜區 它怎麼什麼是涼水菜啊 第一次看到涼水菜的 它還有這個耶 奶油排菜的 那個耶 奶油排菜 這不是蠻高級的 我從來沒看過耶 對啊 它怎麼那麼苦 它有蘿蔔 不是 蘋果只是瓜耶 它有人生洋芋 對啊 人生洋芋 然後這邊是火鍋料 而且它的菜盤很美 沒有那種網美風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油條 跟豆皮 它的麵超級多耶 1 2 3 4 5 6 7 它麵有7種 粗的 細的 炸的 然後它又有牛燥飯 它看起來超辣超油的 然後一般的 是辣的 肉燥 它的冰有Costone耶 蠻少看到有Costone的 而且有8種口味 沒有 不只喔 這邊還有又8種 它有16種Costone的冰 然後還有8種Hagen-Dazs 我看好爽喔 欸 吃個3 4球就回本了 這是糖淋茶耶 它有很多不同的種類的茶包 然後這個基本款的咖啡機 北海道厚奶茶耶 這邊都推薦的 大家可以來喝喝看 然後有這種 可爾比斯烏梅汁 烏龍茶 還有這個獨家的耶 全球獨家 這個人很厲害耶 大家也可以來喝 然後喝這個 汽水機 這個是我們的海陸鐵塔 有分三層 第一層的話是我們的風味和牛 口味上面有香蔥 自然 麻辣 那它的話調味料像醬料具 會有蔥油鹽 自然粉 老泡乾也可以搭配幾座食用 而且比較厚 所以建議大概算30秒 吃全熟 過關比較好吃 第二層的話 玫瑰花是我們的和牛 雙腳 後來是熟成和牛 最後是和牛雪花 中間的話幫我算3下6秒鐘 吃6分熟 最後煮海鮮 煮到全熟再吃 旁邊會有一個沙肉 3分鐘的計時沙肉 它滾下鍋 沙肉倒過來 結束就全熟可以吃囉 謝謝 沒有一些 然後湯這個肉也太大塊了吧 誇張 就是蒜香老母雞湯 你看裡面是沒有料的喔 就只有一些那個 紅棗啊 跟辣椒 還有 勾芷 可是看起來蠻濃郁的 那還是用平板點攤的 相好就是用這種 比較方便 然後一次只能點12樣 剛剛那個店員很貼心欸 他說如果沒店的話 可以把它拔下來 對啊 然後直接沖手機 看起來附這個 他們的圍兜兜 蠻可愛的 不會被撲到 不會被撲到 小辣11顆 好 謝謝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只有我牌這樣 好可愛 一直球一球 謝謝 你看那個很美 它慢慢融掉 對啊 它每片肉都超大片 然後下去了 它不會很臭 因為有些 故意給你切很薄 然後一下就爛掉了 但這個就不會 它夾起來很滑欸 它肉超大片 跟臉一樣大 來吃吃看 好軟喔 也超級嫩欸 它應該是有抹一些什麼 粉類或是 或是醃果 它非常的滑 很像牛滑那種 然後 它帶了一點辛香料味 有點小孜然的感覺 我覺得蠻酷的 蠻特別的 應該是很像那個 海底撈的滑牛吧 對啊 那種煮很久都不會軟爛的那種 煮很久都不會很硬的 嗯 那久久都不會都不會硬 對啊 然後來吃它的 豆腐 它豆腐 是 偏孔洞型的那種豆腐 它的豆腐是有豆味的那種 不是 像是 有些豆腐是完全 沒有味道 只有 麻辣鍋 只有湯底味 但是它本身 有豆香的感覺 而且它也是非常的 嫩 可是含下去它就會化在嘴巴裡 我覺得這個店家有點 偏心 鴨鞋 鴨鞋超大塊 大塊到 它的造型跟麻將一樣 很像是 三個麻將的大小 來吃吃看 現在的鴨鞋好像就走這種路樹 就會帶一點甜味的 鴨鞋 它裡面 算是完全沒有孔洞的 所以不是像豆腐鴨 像吸飽的湯汁 它反而是 甜甜的鴨鞋味本身會比較明顯 然後湯汁的那種辣度 會在最後才會給你鬼馬腔的一擊 但它就是主要是吃鴨鞋本身的味道 但如果鴨鞋跟豆腐的話 我也選擇吃豆腐 來吃吃看這個 響辣牛肉丸 它這個是他們自己公司做的 不是外面的什麼桂冠 它裡面有小心機耶 它裡面加了花椒粒 所以吃起來麻麻辣辣的 肉味也蠻重的 就是有那種牛香味 吃起來蠻彈的 很像是那種 沙尿龍我玩 大家有沒有吃過 很彈的那種彈鴨乾 也蠻不錯的 這個可以吃雞肉滑 這我們剛剛自己做的 它口感偏扎實 也就是有那種 就那種手打鍋的那種扎實度在 而且它裡面有些小軟骨 所以你可以吃到那些脆脆的 蠻有趣的口感 只是脆脆軟軟的 咔嚓咔嚓的 蠻特別的耶 剛剛一直吃那個麻辣鍋 沒有吃到它的老母雞湯 所以這個它的和牛 就用老母雞湯做的 來吃吃看 它這個原味的和牛 也是非常的 炒入口 非常的軟 你用嘴唇咬它 它就會斷掉的那種 它的老母雞湯沒有很濃郁 就帶一點點雞味的甜甜的感覺 還蠻不錯的 那我來吃看看這個青蔥的和牛 對不對 它這個和牛就比較小片 很像是 那種拇指大的大小 它的和牛都是有異曲同工奇妙 都非常的軟嫩 軟嫩 它不會讓人家很油膩的感覺 因為有些和牛會覺得非常的油 它就完全不會 吃進去因為很舒服 滑滑的 會整個咕嚕到嘴巴裡 然後它的蔥香味 也是很香 很像那種 沙拉店裡的油蔥 非常可以接受的 很清爽 很好吃耶 等一下送我們干貝跟九孔包 然後 它可麗是火的耶 有點小吃很熱 它應該是蠻新鮮的 我應該馬上說起來了 馬上要吃一個火可麗 你看看這個 早餐的小籠子 這個也是火的 它這個有方便喔 可以直接讓它放下去 它也會再煮這個乳味 那吃吃看它這個奶油白菜 在外面比較少吃得到 你怎麼會這樣 它很好吃耶 那個奶油味 好好吃喔 這不浮誇喔 我剛剛真的嚇到耶 我第一次吃到自帶奶油味的白菜耶 這個如果給小孩吃 小孩會瘋掉 超好吃 欸這個奶油白菜真的是要 非常多優點耶 它一煮下去整個湯頭 就變成甜甜的奶油味 好讚喔 我們現在要來吃 他非常推薦說此生必吃的牛蛋 哇一夾就分開耶 對啊 滷肉分離好餐忍 像是控肉耶 對啊 水煮的控肉 就軟趴得不得了 看 就快點這樣一千千一弄一弄 感覺是嬰兒食品是不是 這麼的軟爛 難怪這要加購七十九 特別喝酒還好吃 真的 完全不會有油溫 那種氣餅的感覺 大骨湯那種 的那種 補到非常入味 那種飯店燉很久的那種菜 不會有的那種耶 大骨湯那種平常是要用壓力鍋 都很久才會有這種 圓趴的感覺 然後這我們第五次加點 都是肉 鋼缸的芝萊 還有這個 香蟲 香蟲蠻好吃的 很值得再點 還有這個第一次嘗試的小章魚 還滿貼心都會附上這個小名字 小名片 不然每次吃到後面都不知道有什麼 然後它竟然還有那個 蒸奶可以喝耶 就是它搭配北海道厚奶茶 然後還有現煮的珍珠 會把它加在一起 來喝喝看 它那個厚奶茶就跟 西門買得到的味道差不多 就很純的奶味 然後茶味會比奶味再重一點點 然後它的珍珠是 有用黑糖煮過的我覺得 所以自帶甜味 而且它非常大顆耶 很Q又很軟 很有嚼勁 然後它點餐其實是90分鐘 你後面半小時的話 就沒有辦法點 所以你去吃甜點啊喝飲料 然後這邊有倒數繼續吃 想賴的也不走也不行 那我剛剛去仔細觀察它的摳士東 它口味跟一般在市面上的摳士東 賣的味道不一樣耶 它有像是很多芒果啊 還有珍珠奶茶 很特別它就自帶一些配料在裡面 你就不用再炒 來吃吃看它的珍奶 珍珠奶茶裡面真的是有珍珠耶 它的珍奶是鐵觀硬 然後加上珍珠在裡面 所以吃進去的話茶味非常重 只有那個鐵觀硬味 然後它的珍珠啊 因為有些冰過會有一點很硬的口感 它完全不會 還是保養那個Q毒栽 很讚耶 我覺得它外面應該要常收 常態賣這個珍珍奶口味啊 應該會賣 應該會被吃飽耶 剛剛差點忘了我再吃了 是生乳燒 然後布朗尼 然後布雷 然後布雷 我們現在來吃它的甜點 它甜點有四種 先吃它的這個生乳燒 因為我一個人吃不完 所以我們兩個人分兩個人的血肉 吃看 它這個外皮 根本就是那個蜂蜜蛋糕 蜂蜜味蠻明顯的 而且非常的綿 然後裡面的內餡會比較紮實 不是那種很軟 然後會融掉的那種質地 有口感的 但是奶香味也蠻不錯的 但吃到後面會稍微乾了一點點 那吃看看焦糖布雷 吃進去第一口就是香草味蠻明顯 蠻重的 然後再來就是布雷的滑順感 然後一點點微微的淡味 然後焦糖醬在這後面 才會展現出來 就蠻有層次的一個焦糖布雷 我們吃完了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很多特殊調味的和牛風味 和每家吃起來蠻不同的 而且也會讓人有出乎意料的食材 吃起來蠻過癮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 加點要等一段時間才會送來 整體來說我也給7分左右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